您好,欢迎收看9月7号大台东地方新闻,我是陆宇慧 台东县政府期后上午举办了金赚婚表扬活动 邀请50对结婚50年以上的夫妻 共同接受县长颁证祝贺 县长黄建廷也特别提到了 家庭就是社会的根基 家庭不圆满,社会就不和乐 希望透过别具意义的表扬活动 来凸显维系婚姻的价值 在东大富小和唱团轻快活泼的歌曲演出下 台东县107年度县名金钻石婚 世纪传承婚礼庆祝活动正式开始 现场50对贤抗力都是由台东县政府 邀请各乡镇公所推荐结婚满50年以上的夫妻 以竭离71年来自池上乡的苏金火 与苏高柳夫妻为代表 由县长亲自颁证百经婚祝贺状 已经95岁了 现在是一个当中最高的一个 把他挂家 我们都知道婚姻跟家庭的观念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家庭是这个社会的根基 如果家庭不能够圆满 那这个社会也不可能合了 只有夫妻 维持好的婚姻 好的关系 就是这个家庭美满的保证 每一个家庭的子女 就可以从自己的爸爸妈妈身上 去学到这样的功课 然后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下一代 就有好的榜样 然后也能够维系好的家庭 每一对白头衔抗力在相互扶持下 走过50个岁月的年头 在民国50年认识到现在 高兴婚姻能够维持在50年以上 先生我爱他 我们才会这样久 祝福50对白头偕老的显抗力 携手幸福于半世纪 也借由他们作为榜样 让台东成为家庭和谐 婚姻牢固的宜居城市 记者小家会台东市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